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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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堂課 我們看到了就是說 如果整個電子坡 在這個是兩個都是Dietsic的Medium 那基本上面的话 我们在这两个Dialectic Medium的部分的话 我们先假设 这两个Medium 它都是没有 不会随着电子波的 不会随着前进的时候 它衰减 那基本上面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一熊腕跟一熊兔 它是等于Dialectic Medium的部分 换句话说 这个一熊 Sigma1 Sigma2是等于你 一熊1跟一熊2呢 都是Dial 那 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干脆把这边的话就叫做 Medium1 我们在这个Session里面 上一堂课已经讲到说 我们先要讨论的是这个Normal Instance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的话 那你的Ni就是跟这个Boundary垂直的情况 那我说我的电场假设是Ei的部分 OK 那磁场 那磁场 自然的E x H就出来 那反射的部分 NR的部分 那我电场一样的 我先假设它是朝上 OK 那E x H 才是 N 所以这个磁场就是朝内 那同样的反射 透射的部分的 就是 N T OK 那电场的方向 我也是假设它是朝上 一梯 所以 我的磁场 E x H 就是整个定性的结果 我都把它写出来以后 接着我们就要把 我们整个电场磁场 全部写出来 我说Ei的部分 就是Ei0 OK 然后它的方向是 I的方向 E负 Z N R N I DOT R 然后BETA的部分 所以你这个就是I的 Ei0 E负 Z N I 的话是Z轴的方向 所以就BETA Z 但是它是在第一个MEDA 所以BETA的话是用BETA1来表示 那Hi的部分 那Hi的部分 你Ei知道以后 那Hi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Eta1分之 Ni Clos Clos 所以你这个是Ei0分之1 你的方向是Z方向 Ei0 E负 Z的BETA1Z OK OK 好 那反射的部分呢 ER的部分呢 那ER的部分是 我们是假设它是超上面的 所以是X方向 ER0 E负 Z N I的部分 现在是N R BETA1 N R DOT R 所以这个是 I E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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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BETA1 Z OK 那Hr 就等于Z 它是负 我直接把它写上来 Eta1 N R Clos ER 所以 这个呢 就是 A0 Ei0 N R 负J ETA1 ER0 EZBETA1Z OK 那透色的部分 一样的情况 ET的部分 ET的部分是 X方向 IET0 OK E负J BETA2Z 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那HT的部分 一样的是 ETA2分之1 NT cross ET 也就等于 正Z的方向 ETA2分之 ET0 E负J BETA2Z 那你这三个都写出来以后的话 现在 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在Z等于0的时候 这个Boundary的地方 这个Boundary的地方你要符合Boundary Condition 那Boundary Condition呢就是 你的切线方向 OK 在Midium 1的切线的component要等于Midium 2的切线的component 那Midium 1的切线的component要等于H2的切线的component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N2 Cross H1 选H2 这个东西呢是等于JS 那目前我们的话呢 JS的话呢是没有Surface Current的 所以H1要等于H2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你这两个都是切线的方向 都是跟这个Boundary切线的方向 所以我们不管Normal方向的情况了 那我们看到的话 如果是这两个Boundary Condition 你要符合的话 那E1T的部分是等于多少 就是EI0加ER0 OK 那E2T呢 是等于ET0 那H1T呢 H1T就是等于 EI0 加上 EI1 负的 ER0 就等于 E1 分之1 分之1的ET0 这两个 这个Equation 就是我们的Boundary Condition 的E1T跟H1T 这两个的Medium的部分的 你要符合你的联系性的部分 那依照这两个Equation 你可以把它解出来 ER0 E1T 跟E1T之间的关系呢 你把它移向一下 然后两个相加 好 就等于 ER0等EI1 加E2分之 E2-E1 EI0 那一样的 你把E1T1E2 把它移到这边来 然后 两个 相减 把它移过去 相减 那就是 ET0 就等于 E1T1 加E2 分之 两倍的E2 E2 EI 这是我们解出来的解 那这两个解 OK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如果 如果 入射的Ampitude 是多少 那 反射的Ampitude 就跟它的什么 impedent constant 有关系 那 入射的电场是多少 我也知道 透射的电场是多少 也是跟它的 impedent constant 有关系 OK 好 那我们平常 我们在 整个物理上面 最常 定义的是 有两个Ratio 一个Ratio 是 ER0 比 EI0 这个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 反射率 那这个反射率的部分呢 或者反射率 Reflection coefficient 好了 那这个反射率呢 我们平常用Gamma 来表示它 OK 好 那换句话说 你这个把它除过去 Gamma 在这里 就是 Eta1 加Eta2 分子Eta2 减Eta1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透色系数 是我们的透色系数 我们用Tau 来表示 那Tau呢 在这边的话呢 你很自然的知道 是Eta1 加Eta2 分子两倍的Eta2 OK 这是我们 这两个定义 所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从这个结果里面 你可以知道一个 我们说 这两个 你把它 整理一下的话 我们看到 Gamma 加E 就等于Tau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整个结果 那这是 这两个定义 你一定要 知道 那我们有一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的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 虽然是 定义成 这个 Sigma1 Sigma2 是等于0的条件的时候 换句话说 Eta是一个 Rial的部分 那也许 在这里 在其他的Case 不是 这样子的Case的时候 这两个定义 还依然是有效的 换句话说 这里面可能会有Compress 出现 那这种情况之下 有Compress 出现的时候 就表示说 入射 的电厂 跟反射的电厂 它之间 这是Compress 的时候 那表示它们之间 会有一个什么 橡胃角的差 那在这边的话 是完全没橡胃角的差的情况 只是大角 改变了而已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 我说 如果 在这一个情况之下 假设 Midium 2 是一个 Perfect 的Conduct 那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之前 我们讲的 就是Perfect Conduct的部分 那 ETA2 自然而然 是等于0的情况 那 ETA2 等于0的时候 呢 我们会看到 Gamma 就等负1 换句话说 Gamma等负1 的意思是什么 Gamma等负1 E的意思就是 R0是等负的I0 ER0是等负的EI0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 ETA2等于0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Gamma Tau等于0的时候 那根本就是 没有什么 透色的 这个Po 这是我们在之前 已经解过的 那你现在只是 其中一个 Special Case而已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如果 Medium 2 不是Perfect Conduct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基本上面 我们刚刚讲 你 ER0 你已经知道以后 那你Total的电子波 在 Medium 1 Total的电子波 是多少 Total的电子波 就是EI0 跟ER0 你两个要把它加起来 所以你在Medium 1 的Total的电场 的Facial 就是EI 加上ER OK 这两项你要把它加起来 那你一加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ER 我们把它全部把它写成EI0 OK 那第一项的部分是E-Jβ1Z 那第二项呢 就是要Gamma的E-Jβ1Z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 如果你把EI1-Jβ1Z 这个Total的话 是等于 它提出去一个 就变成2倍的Jβ1Z OK 这是 我们看到的 一个结果 那 同样的情况 如果你再把它做 一个 稍微的 这个 这个 变换一下好了 我们说 其实这一项 好 我们把它 改变一下 I的 EI0 你知道 Gamma加E 是等于Total 所以你把它做一边的E加Gamma 然后E-Jβ1Z 那后面的部分就变成Gamma的 E-Jβ1Z 这是正的 减掉 把这个选掉 E-Jβ1Z 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这一个项目 和这里 你都可以再做一次的 这个就是 Total技术 Fu-Jβ1Z 再加上 Gamma的 这是Sine的 Sine的 Beta1Z 然后 乘上 两倍的J 那这一部分呢 这是一个Standing Wave 因为你 OK 我们说 路色坡的部分 那这个呢 是一个透色的部分 我们说我们的坡 你已经在透色出去的坡 就是 这是一个Tabling Wave 所以你现在你看 在M1 这个区域的电子坡 其实我是可以把它 拆解成 两个部分 一个是Traveling Wave 的部分 一个是Standing Wave 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 我们再会继续来讲一下 我们说这个Standing Wave 的部分就是 这个有节点的 我不完全是节点 因为你这个地方 是一个Traveling Wave 所以相当于是一个 行进坡里面 再加一个什么Standing Wave 把它合成 起来的一个结果 好 那我们把 电场的部分 解决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 磁场的部分 磁场的部分 H1的部分 也是等 也是等 露色的 加反射的 那你这两项 一加的时候的话 这是J OK 我这边已经把它 插掉了 那大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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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第一项的部分 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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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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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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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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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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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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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这个条件 那在这里的N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写成 前面是有一个负号 因为Z是小于零的值 所以我们N是等一二三 所以前面的负号 就可以把它维持出来 那在这个条件底下 你看到 你这个Z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就是β1分之Nπ的位置 OK 换句话说 我如果在β1Nπ这个位置的话 我都可以找到 我电厂的Maxima的值 那同样的 它的mini碼呢 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我们说 mini碼的位置 E1Z 从这边我们看到的 这是mini碼的位置 这一项的话 就是负1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 在这里 就是等于 EI0的 E-Gamma 这时候是mini碼的情况 那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是2β mini碼的位置 它是等于2的2N加1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mini碼 它是等于2的2N加1 所以你把这两个比较一下以后 你这两个mini碼之间 因为实际上是可以有一个mini碼的比较 所以这一项 然后N等于1的时候 就是 你这个班的就是 你可以是吗 这一项 它就是最大的电场 然后最小的就是最大的电场 你看 那记住的一面就是 就是电场最小的 这时候并不是很厉害 它是个百云比较高 OK 除非是在Curface 把手的指定 好 这时候呢 还有很难 这个指定 好 好 这是E-Tah 复大E-Tah-1 E-Tah 那第二种指定 是一碼度的小 那一碼度小於台灣的情況 這時候就是Gamma小於 Gamma小於零的情況之下的話 Nexima 一萬一 它剛剛好 跟上面的值 因為Gamma小於 所以一碼度小於零 然後 一碼度小於零 一碼度小於零 它是一碼度小於零 一碼度小於零 所以剛好跟上面的小便是相反的情況 所以二碼度小於零 Gamma小於零 它是零 Gamma小於零 2的2Ni 在密碼碼上 2Vh1 Gamma小於零 是等於2的2Ni 好 剛好跟上面的情況一樣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就可以知道了 你的 你的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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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2的2Vh1 2N加1Ni Mix Mix 等於1 2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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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Ni 2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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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在tama小0的時候 它就是電場的最小值的位置 ok 所以你看到這個平面啊 C等於這個平面啊 到底是電場的最到底跟還是電場的最小值 完全要看這個介質 一塔庫跟一塔外之間的關係 一塔庫跟一塔外之間的關係 如果 鎖鎖鎬大雲和小雲的 這大雲和小雲的情況呢 就完完全全是不同的一個詞 所以 我們知道說 鎖鎬是小雲的情況的話 那 小雲的時候 這個鎖鎬就是電場的最小值 要不了解一下 好 好 在這裡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特別搭檔就是這種的 放開 這是你的故事 不是小雲的? 這是我的故事 這是雲的? 是是我智商的嗎? 是 united 是華為你 這就是小雲的? 這是雲的? 雲的? 是? 這就是雲的? 是我心情的? дhe威大雲的? 這就是雲的V好嗎 是深度的? 我們不會再隨時 的時間 就是我們要讓你玩 這是這個儲藏的儲藏 這是這個儲藏的儲藏 如果要再更詳細的去 你就可以想像說 你也在學神說的時候 就好像是你從蘇密戒指到蘇密戒指 或者是從蘇密戒指到蘇密戒指 所以中國就關注到伊塔萬元的儲藏的情況 有關句話說 你這個加碼多大一點小 就是這樣子 有相同的一個物理的儲藏的情況 好 再來的話 我們要定義一個 我們常常會碰到的一個S 它是怎麼定義呢 S這個東西啊 我的定義是 我最大的變長 比上我最小的變長 OK 它的底子 那這個S呢 我叫做 Straining Wave Variation 它簡稱呢 叫做 S 等於 R 在這個電子鍋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品質 S 的部分 所以你說 剛剛我所得到的一個結果的話 最大值 最小的值 它就是 E 加 Tama 的詞對值 減掉 E 減Tama 的詞對值 所以不管 Tama 大概 0 或小的 這是一個圖式 都可以用的 或者 我也可以把它轉換一下 我說 Tama 其實就是 S 錢 B S 加 E 那為什麼它有用 因為 S 是可以測量的 我只要用一個Potator OK 黏著方對0 然後去測量 最大值的變長 然後再測量最小值的變長 那我就可以把它頂一下 最大值的變長 比最小的值的變長 我 S 就出來 OK 所以我 S 一段出來以後 S-E 除上 S 加 E 就是我的答案 所以我可以從 S 加 E 測量 S 加 E 測量 S 我可以從 S 加 E 測量 S 加 E 測量 S 得到 S 加 E 測量 S 加 E 測量 S S 我們平常怎麼表示 測量 S 加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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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S 它是大一增量 S 加 E 測量 S 加 E 測量 S 加 E 因為測量 S 加 E 測量 S 加 E 測量 S 是最大最大的值 就是這個 啊 這個了 1 如果我這邊 剛好是1的時候 那分我是0 所以我這個最大值的話是無從大 然後最小值呢 這是0的時候 0的話0 那就是1 那我們平常 因為s是一個無從大的詞 很可能 所以我用平常的s 我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 我說我用分貝來表達 多少多少的分貝 那這個多少分貝呢 代表的是什麼 那20的落就是我多少分貝 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 我們說現在外面的照應是多少分貝 那外面照應多少分貝 所以代表的就是SWR SWR就是S 只不過是你現在用20要往前來 所以你現在你說 譬如說 譬如說 S4等於2 那S等於2的意思 不介紹什麼 SWR 1等於2 你的話 那SWR 那SWR就變成20 MARK的10分貝 2 現在就變成6分貝 2分貝 那你已經知道 X3分貝 2分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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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S呢 我現在已經測量 1.26 好了 那SWR 2分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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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就可以知道SWR的值 我們說 多少分配的話 分配數月高的時候 所以進入的反正性度的話 就可以分配數月高 OK 好